我们看到川普最近他出席 芝加哥全国黑人记者协会的会议 他就公开批评了电动车 他说所谓的电动车销售抢制令 因为美国环保署设定了 2030年电动车要占新车市场销售 35%到56%的目标 所以他批评这项规定 根本就是政府要求电动车的销售达到100% 而他说虽然他跟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是好朋友 但是他反对人人拥有电动车 在反对电动车的同时 也表明希望善加利用美国的石油原料优势 来振兴传统汽车产业 继续来发展燃油车 他现在公开反对电动车 会不会使得说美国在电动车产业 在中国的大陆的竞争压力下 这个处境变得更加雪上加霜 大使您觉得 还有特别除了美国的电动车产业以外 对于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大陆电动车 那影响又会是如何呢 当然美国现在看起来 川普并没有百分之百 要把这个电动车完全让他出局 所以他是说他不赞成百分之百用油车 就是说要用电动车 他认为这个转换的时间可能是太剧烈了 那其实他这些整个的说法 他这个论述这个前提就是 美国共和党保守派有些人 根本就不认为地球暖化是一个真实的科学问题 对 一个假议题 所以在川普的时候 他就退出了这个巴黎协定 对不对 他基本上根本不愿意参加这种所谓的 地球暖化的这种国际的努力过程 所以他也不赞成说 为什么要把这个燃油车呢 全部给他淘汰掉 那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 美国事实上经济的一个机会 就是重新成为全世界能源最大的出产国 那这个能源就指的是石油 指的是美国的燃油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 从他的意识形态 跟他的这个基本观念上出发 他是有脉络可循的 而且他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美国很多人 中西部有很多人认为说 都这么想 都这么想 我以前在中西部跟那些地方议会领袖 他们谈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各国光明 他说什么叫climate change 他说climate always change 他说我从小的时候 我活了60年 每一年的气候都不一样 他说这个change是正常的 所以他们的观念里没有办法去 这是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 而且美国跟欧洲 跟其他世界其他地方 他们对环境的议题 没有那么高度的敏感 跟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 美国还是认为 他是天之交直 而事实上美国很多地方 天天都是天也很蓝 水也很绿的 美国国土大 所以他是有他一定的政治市场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从选举的短期利益来看的话 他这个说法对于Detroit 对不对 这些传统的油车的 这些产业工会 极为有吸引票的力量 因为这些人认为说 你都搞电车了 那我这个是不是失业了 而且你油车一系列 它的机械原理 跟你这个电车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改朝换代的话 那对很多人是一种 工作机会的一种挑战 那其次就变成就是说 你基本上 你这个主张用石油 要美国重新成为 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 这是他在政纲里面 明白写的 那对于一些采业原油 这些传统的德州 或者说是North Carolina 或者有一些Pansylvania 他有这个业原油产业的 这一些相关的地方的居民 跟这一些业者 也是可以争取票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两个议题 对川普来讲 都是对他的选举 他认为有利的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美国事实上 不太可能开放中国大陆的 这个电动车进美国市场 所以美国境内怎么做 对中国大陆影响 我觉得短期还看不太出来 目前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在美国的市场 我查了一下资料 大概不到2%了 其实是很低的 对 而且他现在 不管是 不管是今天是川普上台 还是未来是贺锦丽上台 那他是从这个 所谓国家安全的角度上 去禁止中国大陆 这些有竞争力产业 尤其电动车的 他不是从环境的考虑 所以现在美国也要进美国的 现在是民主党当政 也照样进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电动车 如果要把美国的市场 当作它未来一个 主要发展市场的话 那是比较困难的 这回到一个关键问题 我想请教施董 全面的复兴燃油车 是川普所强调的 他也说上台之后 要再上任第一天 就废除拜登任内 推动的电动车政策 但是全面的复兴燃油车 就能够救得了美国汽车产业吗 这个美国汽车产业衰退 它一定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其实油车的衰退 或油车目前市场的状况 主要的冲击不是来自电动车 我觉得他这一句话 基本上是一个选举口号 未必代表政策 我觉得他如果上台之后 我赞同刚才介大使所讲的 事实上他是要争取一个 缓冲的一个空间 面对一个新的事物 或者是一向具有优势 竞争力的一个外国产品 到本土市场的话 本土政府基本上都会争取一个 缓冲的一个时间 让本土的产业有一些调试跟意义 那事实上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中国的电动车在美国市场 事实上占的比率很低 我们看看美国人一年 大概买1500万辆的车 其中有900万辆是自己制造的 600万辆是进口的 那美国事实上自己制造的有1000 大概1100万辆 美国汽车也出口 比如说我们台湾还是买得到美国汽车 德国 日本还是买得到美国汽车 大概占他的生产一个20% 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里面 他的电动车占多少 大概就100万辆 就100万辆而已 所以美国的油车 传统汽车有受到电动车的冲击吗 有 但是事实上非常的有限 那在选举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候选人要因应民众的一个恐慌跟担忧 因为当所有的财经媒体 电视大家都一直在讲电动车 大家都好像觉得电动车就是一个趋势 我们即将被电动车所淹没了 那我觉得川普对这个议题 有一些政治性的一个演讲 夸张性的一个说法 这个不处为奇 但是呢 他们因应的是选民的恐惧心理 但是选民的恐惧并不代表实际的情况 他现在的一个选举语言 比如说他以前不是讲说如果拜登选举的话 我们选上的话 我们的孙子从此都要学中文 这样的语言听听就好 跟以后实际的一个政策未必是一致的 而且坦白讲 电动车到底是不是最环保 恐怕这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对川普来讲 现在反正票是先吸到再说 那当然这个产业再布局 总要考量到地缘政治风险 我们最近看到Google 他们说今年计划要新增台湾的海底电缆 那么Google台湾政府事务及公共政策副总经理 叫陈佑珍 他表示说 这项计划也考虑呢 是为了要因应台海之间 近年快速上升的紧张局势 新的海底电缆呢 预计在今年内会正式启用 而启用之后 预期到2035年之为止呢 可以降低四分之一的上网延迟现象 提高网路建设的韧性 Google是在2013年 在台湾所启用的这个资料中心 目前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资料中心 那Google也表示说呢 当初会在台湾规划这个亚太地区最大的资料中心 还有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海底电缆的时候呢 就已经考量到台海的政治地缘风险 那所以我要问的是说 这项计划江老师你觉得 能够为我们刚刚讲说 台湾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它所提供的韧性能够有多大的保障 好 那这个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来解读 第一个就是 今天Google装这条光纜的目的 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其实他们刚刚有讲的 就是说为了要提升我们的传输速度 因为目前很多的资料都是要上传到云端 那也要把这些数据可以很快速的去传输到他们的Data Center里面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究竟装了这条光纜之后 会不会对台湾面对战争之后的通讯任性会提升 那其实 目前在台湾 我有一个手板 目前在台湾其实它我们对外的联系的光纜 总共有14条 那国内有10条 那说实在的 这些光纜的分布位置 网路上都找得到 那之前可能大家会担心说 那之前 在马祖有渔船会去故意去勾光纜 让你没有办法去瘫痪你的通讯 那其实说实在的 刚刚有讲过 这些图其实网路上都找得到 那大陆一定也知道 那它如果今天要瘫痪你的通讯 其实我只要派很多渔船去勾一勾 把这14条都勾完 其实台湾就断网了 那讲到暂时的通讯任性的话 你就不能去走光纜这条路 其实现在台湾有在去发展地轨卫星 那这个也是之前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特斯拉去提供 马斯克去提供星链技术给乌克兰 通过卫星 对 所以目前的话 其实卫星的话有分成低轨嘛 中轨跟同步卫星 那低轨卫星它是负责的高度大概在200公里到 4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 它主要的话就是提供我们的所谓的网路 但是建了这个低轨卫星用完之后呢 我们要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接收站 那你才可以把卫星讯号传过来 再从接收站去发给这些网路 再去给那个比如说我们的重要的地方 比如说医院啊 政府机关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设施 那目前来说的话 所谓的暂时网路任性的话 会比较偏向于所谓的低轨卫星 或所谓的高通通 高空通讯 而不是通过电缆 对 因为说实在网路上图都有 船一拉勾一勾你就断网了 光线电缆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在通讯上的话 它就是以固网为主 固定网路 但如果是卫星的话 当然是走讯号的部分 因为毕竟是暂时嘛 那我再问您 就是说为什么Google会把他们的亚太中心 最大的资料中心设在台湾 难道不担心这个刚刚他们提到说 有考量到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是一啦 但是其实地缘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刚刚又回到刚刚这种手板 你看台湾其实在亚洲的正中间 很多光纜都会从台湾穿过 那所以放在这里的话 其实也是个非常好的中继站 但是说实在的 台湾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AI设备 或者是AI伺服器 很多制造点其实也在台湾 第一个你放在台湾 除了刚刚讲的地缘关系之外 你的后勤 那再加上人才 那台湾半导体很强 其实很多一部分的人才是通用的 那我觉得他们有这一部分的考量在里面 OK 不过因为我在想说 是不是也因为Google它基本上有一套 备份的会放在云端 但无论如何 其实这也凸显出台湾的重要性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来看产业 还有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 就是也在跟中国大陆有关的 就是本田跟丰田所面临的新课题 因为根据本田提供的最新数据 8月份在中国大陆的新车销售量 同比下降了44% 降到56,959辆 那连续7个月是低于上一年的同期 如果按照合资企业这公司的数字来看的话 本田与东风汽车集团合资的东风本田 下降了59% 降到24,497辆 与广州汽车集团合资的广汽本田 则是下降23% 那降到32,400多辆 包括了混合动力车 就是HV 在内的电动车销量是9,299辆 减少了35% 过往在2015年 本田在中国大陆的销量 曾经首度突破了百万一辆 那之后也曾经连续5年保持增长 日经新闻就报道说 风田汽车已经把2026年的全球电动车EV的生产目标 从原先150万辆 现在下修到100万辆 减少了大约30%的产量 我想问马老师 您看销售锐减的最主要的一些影响的因素有哪些 面对这个问题 现在除了我们想得到的减产 它已经下修了 那裁员还有其他的因应策略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日本汽车来讲非常棘手 我只能说这个成也环保败也环保 就是过去在2015年 因为早期我们知道日本的车的 就是它的特色就是非常省油 它妥善率很高 不容易故障 所以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当电车不流行 或者是混合动力电车不流行的情况底下 其实日本的汽油车是卖得非常好的 那现在不光是本田跟丰田 我查了一下 包含这个苏巴鲁 包含这个马自达 包含其他的Nissan这些日系品牌 在中国大陆同比今年以来 每一个月都同比下降 百分之非常多的高的比例 对 比如说苏巴鲁在5月就下降76% 跟去年同比 所以这是一个日系汽车 普遍碰到的问题 那我觉得它的因应策略非常难 因为我必须说 在中国大陆要买汽车非常的困难 是因为大家要摇号 以北京一个月申请 就是要买汽车的这个牌照量 有25万个 那只能抽出一万多组 那所以说就是你要摇号的情况底下 大家就很难去购买汽车 可是他们开一个后门 就是如果你买纯电车 环保车 我可以让你不用摇号 那这样一下子政策引导下 它的这个纯电车的这个性 就是说销售会突然大增 那再加上它有这个货物税的抵免 所以一下一系之间 就像比亚迪或其他 包含特斯拉其实也是 它的电车就卖得非常好 可是这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觉得日本车很难竞争的是 他们的充电的这个电柱的规格 是不一样的 中国大陆的这个充电柱 跟日本跟美规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情况底下 现在中国大陆它自己的 这个规格充电柱 已经达到了900多万支 那以比例来看 跟它电车比例来看 大概是2.22辆 就可以配到一支充电柱 可是在日本本土 它的比例是4000辆汽车 只有一个充电柱 也就是说日本它在发展 这个充电车的这个基础设施来讲 它在本国其实都落后 那更难说它要到中国大陆 要去抢下这个市场 它要有很多的充电站 我觉得目前来讲 这个竞争对日本车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除非它改变它的充电规格 去直接就是借用中国大陆的充电柱 再加上它的这个价 就是卖价可能还要降低 必须克服这两个障碍 它才有可能在未来的 中国大陆市场里面 稍微有一点竞争能力 老师点到重点 这个规格的制定 所以讲说制定规格者 才是最后的王者 那也再看到8月底 就是日本这边跨党派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 二阶俊博 他就特别率领了访问团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三天 这段期间 他在北京和大陆外长王毅 举行会谈 中方也在这个会谈上面 释出善意 也表示有意向日本出界大猫熊 不过台面下 当然这个暗潮汹涌 怎么说呢 因为彭博就报道说 崩田我们刚刚提到的 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北京可能通过 削减日本取得生产汽车 必须的关键矿物数量跟种类 来因应日本跟进美方 对中方要进行的 半导体管制措施 2010年 其实中方就曾经暂停过 对日本出口稀土 当时还影响到了 高功率磁铁的生产 所以现在白话一点讲 求丢回去给日本 现在就看日本怎么接 但对日本政府来说 其实一方面 这一边是重要的盟国美国 不能得罪美国 但另外一方面 却是他们最大的市场国家 就是中国大陆 面对一边是美国 一边是中国 左右为难 所以江老师你看日本的金产省 他们的思维跟他们可能会决策的方向 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日本是一直非常有能源焦虑的一个国家 它跟台湾很像 它是海岛 那再加上过去的所谓的东日本大震 在台湾叫做三一大地震 就导致说他们现在也不太能够用核电 那这部分也跟台湾很像 所以过去日本在发展车辆的话 它会比较偏向去走所谓的Hybrid 就是混合动力型的汽车 所以还有再来一部分是做所谓的氢气的氢能源汽车 就是所谓的Free Sale的这种汽车 然后 因为说实在的 因为大家看到最近其实大陆在所谓的那个EV 电车开始蓬勃发展之后 其实 丰田有开始修正它的路线 也去开始 开始去走电车 但是我上一个礼拜好像看到有报道说 他们好像又要再把这个路线给修正回来 变成他们又要继续走回去走混动 那这个新闻看起来它背后的目的 我会比较注意是说 中国透过这个访问团来传递的讯号 变成说你如果今天配合着美国来去 对我的半导体制程去撤走的话 那我会限制你的原料的进口 是 那各位还记不记得以前有一阵子 好像日本不卖半导体原料给韩国之后 韩国整个非常的惨 但是在这背后 其实这些原料的原料通风来自中国 那如果说实在的 如果今天中国不提供原料给日本 其实很多后续的半导体产业 其实都会非常的困难 那再加上其实台湾目前一直觉得说 台湾半导体产业非常蓬勃发展 这没错 但是其实很多我们的制造过程 都是需要日本 包括我们的材料 我们的气体 我们的设备 通通都来自于日本 还有美国跟荷兰 那再回到电动车的议题 其实 新人员汽车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电池 那电池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材料 就是它的电极 那电极 负极很多是用石墨做的 然后在全世界的埋藏量 中国占了22% 然后它的生产量有占了62% 然后它的进口量 就是从国外世界各地买 买石墨回来大概买了92% 那所以换句话说 你如果投入新能源汽车的战场的话 你很多关键的领主件都会被受制于中国 被卡住 对 那所以我想问的是说 老师您觉得日本会怎么办 还是说他们其实也在问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单纯去卡他汽车的话 我觉得 就应该是可能没有到那么立竿见影 那毕竟实时他们主要 国内主力还是电车 或者是混动车 那我觉得反而是他们用原料去威胁中国 去威胁日本 那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会日本 是日本最头痛的地方 OK 所以现在变成日本要伤脑筋 其实对照最近 你看这个艾斯摩尔 就荷兰的这个 我们讲说光刻机的最大厂商 现在大家都要跟他们买 不真的很贵 我看到这个要100多亿台币 而且他说现在订单还有人在抢 可是也看到他们6号 就是荷兰政府宣布 就是管制出口 他们生产的1970i跟1980i 这两款DUV的光刻设备 显示说美国跟荷兰双方 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那讲到了美方的这个管制 或是封锁围堵的 这个最严厉的管制措施呢 就叫做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它的缩写是FDPR 这个权力 这个权力很大 因为这个规则就是说 允许美国执政当局 可以控制世界上任何地方 制造的产品销售 即便只有最少量的美国技术 都可以用这个权力来管制 听起来真的蛮不合理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美国官员还没有援引FDPR这项权力 来对付像刚刚提到的日本 或者是其他的盟友 可是华府官员 这高层官员之前已经放话说 美方更愿意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但不排除会动用这个FDPR 简单来讲就是一手棒子 一手萝卜看你要选择哪一个 大使您觉得美方会祭出这个FDPR的权力吗 因为现在想办法围堵中国大陆的高科技发展 但是看到的却是漏洞百出 对 我觉得FDPR从这个表面上来看 它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 你如果说这个产品里面 你只要有美国技术 你美国都可以做以制裁的话 那你看那个技术是关键技术 还是边缘技术 而且这样会被伤到美国自己 基本上它就要考量会被伤到美国自己 所以它的平衡点一致就是说 你要伤对方要伤得比你自己大 如果伤对方比你伤自己还小的话 那这种制裁是失败的制裁 那美国是天天在有专门一组人 天天在算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FDPR 基本上应该是指对像这个 ASMOL是比较有效的 因为ASMOL它的关键科技 那个光源的部分是美国技术 那你说光科技没有光 你还做什么光科技 是关键技术 是关键技术 所以美国才使得上劲 那你说你今天一个产品 美国那个技术 有美国技术 别人也可以迅速可以赶 追赶使用的话 那这个FDPR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的话 人家不见得会买账 不过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基本上 它这种所有的制裁 你可以看出来 美国这个应用材料也好 这个ASMOL也好 甚至日本的这个中金电子 很多这些要制造 这个芯片的关键的 这个设备跟技术 还是源源不绝的 进入到中国大陆市场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说 美国再限制 也不能把自己的厂商打死 对 尤其对美国来讲的话 它这个 美国的制造业 能够在国际上立足的 这些所谓的 这些部门已经很少了 现在就是所谓的 电子业制造 就是芯片制造的这些 设备的 这个美国是掌握很多 武林绝学 可是你都把 你这个也不准卖 那个也准卖的话 中国市场只要占到 你三成以上的话 你这个不卖的话 这公司 你承受很大的损失 而且这就跟那个ASMOL 他们这些总裁 一直就跟美国 在用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 你是逼着中国 在技术上自力更生 那这些 这些等中国大陆 就是说自力更生 技术上自力更生以后 那它就变成 这些厂商的一个什么 一个强劲的对手 那你 你不能说它不会发生 你现做的是 如果三年或五年后发生 你还是要考虑那个后果 你不能不计后果 所以这是美国 就是不断地拿捏的 可是美国这个政府 基本上是只管四年 所以 四年以后又改了 四年以后它再说嘛 所以这一次我看ASMOL 对美国的承诺 就是说 我关键的这种 所谓的维修 以售出给中国大陆厂商的 光科技 它的零件跟维修 它也做这种限制 可是它说要到年底 才开始实施 了解 那我觉得在执行上 应该还是有很大的 这个弹性的 所以这还是要后续观察 总而言之 一句话 美国利益永远优先 等一下就回来看 美国现在企业 而且是标注的企业 Intel 陷入了大麻烦 马上回来 我们来看到德国之声报导说 欧盟15号就对 是否对中国大陆制的 这个电动车 要加征战时性的反补贴关税 要进行表决 我们来看到这个表决结果 意大利跟西班牙 是投票支持 那瑞典的部分 它表明 就是会投弃权票 还有德国企业 因为很担心说 会引发欧中贸易战 所以柏林当局呢 很可能就会弃权 来推动欧中可以再有磋商的机会 好 这真的看起来是试探性的出招 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杰大师 我想当然是为了 这个欧洲自己的汽车产业着想 因为欧盟它是各国的一个组 欧洲二十三个国家组合 它每个国家利益也不太一样 那这里面我想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 科生关税 影响的就是欧洲的几个 主要这个有汽车工业的国家 第一个当然就是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 这几个国家 那这里面就各有盘算 所以要算账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出手 在这个后面真正在 在迎武者是法国跟这个西班牙 所以中国大陆很清楚 这个虽然是 暂时性补贴关税 中国大陆已经在盐里怎么样 盐里对猪肉进行报复 猪肉主要影响就是西班牙 中国大陆大概进口 这个欧盟的猪肉 一年大概差不多20亿 大概欧元 主要是西班牙的猪肉 所以基本上你是 这个冤有头债有主 对不对 欧洲国家 你打着欧盟旗号 其实背后出租一个西班牙 我就报复你 另外一个就是法国 那法国现在 中国大陆对欧盟的这个 反请销调查 针对法国的这个 白兰地 大概有12亿欧元 所以就是精准打击 那德国是夹在其中 那德国因为事实上话 德国也是受害者 也是苦主 因为这里面禁止的 这个现在销售这个欧洲市场 欧盟市场的电动车 有很多有很大一部分 是欧洲品牌 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 回销到欧盟的市场 所以就变成欧盟 像德国这些 什么Volkswagen Audi 这个B&R 他们的电动车 卖回到欧盟市场 被课征 这种报复性关税 所以它也是受害者 不过他们就是说 一直在跟中国大陆 进行单方面交涉 中国大陆也 曾经说过一次 就是说 我要对2.5公升以上 引擎的 这种大型的这种 轿车 我要进行 我要给25%的关税 惩罚性关税 不过 有传闻 没有动作 所以现在整个就是说 这个试探性目的 大家都还在怎么样 都还在怎么样 在这东西各有盘算 那 不过就是说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我想他们也可以看清一个 他们大概也看清一个问题 就变成就是说 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汽车工业兴起的时候 它要进入美国 跟欧洲市场 都会遭受到 这两个国家跟地区 的严重的贸易保护措施 他们是非常保护自己市场的 所以现在很多部分就变成 中国大陆可能也 仿照当时日本跟韩国车的 一个做法就变成 我到你当地去设厂 意大利事实上就是这样 意大利它的这个 就很想吸引中国大陆的 已经在跟比亚迪谈了 希望比亚迪到意大利去设厂 那么振兴意大利的车 这个汽车工业 因为意大利的汽车一直在往下滑 它去年的生产就比前年少了23% 那今年的第一季 它的这个掉的量 也掉了12.4% 所以意大利的汽车工业一直在萎缩 所以它想要给中国大陆的产品 进入欧洲市场建立一个门槛以后 逼着中国大陆汽车到意大利来投资 振兴一下意大利的这个汽车工业 那匈牙利当然了 匈牙利是最大的受惠者 那么除了这个 这个BRD已经投资了这个30亿欧元吧 那还有就是宁德时代做汽车电池 大概60亿欧元 都在都设在匈牙利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些国家 有一些国家打的算盘就是说 我就用保护的方式 这种叫进口替代 把逼着你 把你的厂设到欧洲国家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场 一种全方位 而且很复杂的一个较劲的过程 所以最后呢 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场较劲 可能不是一两年就会停止了 那当然就是双方能够避免了 这个全方面的贸易战 我觉得是双方都在尽力 在努力的 可是这一场有关汽车的这一场 这个角力 尤其电动车的角力 我觉得方心为爱吧 是这一场角力 我们要来看到的 像是这个奢侈品 汽车农产品 航空 都是欧盟对中国大陆出口的 主力产业 那接下来跟你怎么看 现在中国方面要怎么样应对呢 是踩各个急迫 西方的专家已经研究出来了 不管你寄出37.6%的 这等于是惩罚性关税了 他们说 它只有多少效果 只能遏止中国出口到欧洲的 那个电动车 四分之一 你只能够削减四分之一而已 另外四分之三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打掉 不能打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需求 而且在这个相对的 关税的壁垒之下 你不可能再进一步去限制 大陆汽车的进口 不然的话 那就会产生相应的绝对报复 那是一定的 为什么 如果今天我被在北里打掉四分之一 就是等于是二分之一不能进口的话 那大陆的汽车工业要怎么办 它跟德国跟法国 跟几个主要欧盟国家的 那个贸易谈判要怎么谈 所以很多专家都认为说 现在是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了 是你们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 你不能一直讲说补贴补贴 你们中国就会用一招 就是不断补贴自己本身的 比如说你认为是要加强竞争力度 比如说电动车产业 还有汽车电池产业 非相关领域 你说大陆一直是在补贴 错了 他们说在大陆内部的竞争也很可怕 汽车公司跟公司之间的竞争 也很激烈 你只能 你靠国家的补贴 你是活不下去的 你要在海外 自己去开拓 那个销售的市场 所以再这样下去 在2030之前 那大陆的经济措施 跟他的对外的贸易的态度 必须在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就能够确定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说 其实欧盟对大陆的这些经济制裁 恐怕就像杰大使讲的 要两三年以后 还会再继续下去 而且这个事情 芳心慰爱 还没结束了 是 好 那来看到美国的部分 美国8月1号 要直接把这个中夺大陆的 进口电动车加到百分之百的关税 虽然说这个的确加得很高 但必须要留意到的是 其实这个数量的部分 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电动车数量 其实是很有限 我们来看到这根据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 2023年 中国电动车对于美国的出口 就只有一万多辆 在出口总量上 其实占比不到百分之一 但为何还要来加增关税 我们来看到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 拜登对中国加重税有四大原因 除了保护美国的汽车制造商 还有国家安全考量之外 还有不断让大陆获得新的垄断地位 以及需要透过能源转型来创造就业 好 汉宁议员您怎么解读 纽约时报还是相当客气 因为最核心的原因美写 就是为了选举 拜登要选举要选票 首先的汽车工会 先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给予了大力支持 所以在这种出台 看似保护汽车工会 看似保护从业人员的政策 当然不能输 而第二就是整体的美国 反华的声音还是比较重的 他为了展现自己 对中国大陆比较强硬 所以也必须要出台这些措施 尽管我们看到这个措施 实际上是制裁不到什么东西 而且在前一周 美国又公布了一项民调 就在摇摆州的选民 有六成都支持对中国大陆 加关税 六成都支持 而且是摇摆州 所以对拜登来说 他当然必须要继续展开 他对中国大陆强硬的相关立场 那当然实际上对于汽车的领域 对电动车领域 拜登也推了17亿的美元 在八个州都说 要来增加补贴 说好的自由贸易呢 推荐大家看一本书 叫做《复国的唐一》 他这里面就终关历史上所有的 凡事告诉你 知识产权很重要 自由贸易很重要的这个国家 在早期都是靠着窃取 以及靠着贸易保护 然后来成为强国的 所以美国先前抨击 大陆的芯片半导体 干嘛呢 国家补贴 他自己也在搞国家补贴 然后你看大陆电动车 国家补贴 他自己也在搞国家补贴 所以同样的道理的话 那其实大陆也可以对美国实施 这个关税壁垒 也可以实施贸易制裁 因为美国也在搞 这个补贴的政策 那么实际上 这个所谓的保护汽车厂商啦 或者创造这些机会啦 这个当然有 但是呢 其实效果不是很大 那么核心的一个原因 除了选举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纽约时报所说的 第一个叫 不让北京获得新的垄断地位 为啥 就是看不得别人好 你怎么可以 汽车这个领域 电动车的领域 干得比美国还要厉害呢 当然不行 不能够允许世界有国家 比美国强 那第二个 巩固国家安全 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呢 因为如果大陆电动车过来 他就可以搜集我们美国 这个出行的记录 什么数据 因为我觉得 拜登的幕僚 应该会很喜欢省国家 你怎么办